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赵露丝拍摄古装新剧《珠莲玉木》造型状杨子,双方粉丝开呛护思 近日,赵露丝与刘宇宁正在拍摄古装新剧《珠莲玉木》,故事背景发生在唐代,她的唐装扮相屡屡获得称赞 但她的最新竖胸红裙造型,却被网民抓包与杨子的古装新剧《国色芳华》造型神似 撞山和抄袭传言让双方粉丝开呛护思 首先,赵露丝的新剧《珠莲玉木》中的造型,以其独特的华丽和精致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赵露丝的美丽和演技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然而,有网友发现,这一造型与杨子的新剧中的某一造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杨子的新剧同样是一部备受瞩目的作品 其独特的风格和出色的演技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然而,两部作品的造型相似之处引发了粉丝们的争议 双方的粉丝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赵露丝的粉丝认为,赵露丝的造型是全新的常识 而且赵露丝的演技和美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所以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 而杨子的粉丝则认为,赵露丝的这一造型与杨子的新剧中的某一造型过于相似 有抄袭之嫌 这一争议在网络上持续升温 两方的粉丝们纷纷发表言论,互相指责对方 一时间,网络上充满了口水战和负面评论 然而,作为一个演员 赵露丝和杨子都明白 他们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表演和作品 而不是陷入这样的争议之中 他们应该用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不是被这样的争议所影响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 我们希望赵露丝和杨子能够保持冷静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用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同时,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保持理性和客观 不要被无端的指责和争议所影响 最后,我们期待赵露丝和杨子在未来 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下一次精彩表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